那麼少年就是有較少數了 那麼整年切開差不多要一期的葡萄 雖然每一位工人都在沒有營收鋪斗 就為也考驗一種文宵的包裝 看起來人民應該是鋪斗大風修 但其實今年新鮮鄉的鋪斗蛋糕 因為新中期沒有什麼好水 加上少看見到萬富賓 相對今年是三兩大減 每年這樣比較舒適 大家因為氣候造成 近這幾年修正都沒有改善 比高級的今年還好 今年的萬富病比去年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有了去年的經驗之後 今年的農民普遍都有一個共同一個防治的觀念 所以今年的萬富病是相對的 已經降低很多了 二三期部分因為今年的夏季雨量比較少 所以相對葡萄產量有少許的降低 今年葡萄當過新中期間 獨特貨水酒、雖然減散 加上減酒萬富賓的影響 因素都會強調 葡萄雖然減散品質確實大大提升 推薦要吃葡萄的民眾 可以來到新疆向國外三地介紹的油漬葡萄 比去年同期的話 品質跟價格都是比以往都有提升 所以呼籲各位全國各地的朋友 可以再來我們新疆來採果 品質是個人的管理 如果量不要超過要重新 應該 新疆的溫差很多都很好吃 第三期的葡萄比較有香 它就有溫差 它的香醇很香 有的孤狼也大心考慮到 有民眾希望過年期間 也能夠吃到新鮮葡萄 因素特別延遲了 不分過分的三季 就是希望給愛吃葡萄的民眾 為今九明年的過年 都能夠吃到新鮮有一個五山葡萄 記者見面說的蔡鳳報道